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瑞信表示 江西同首季順利3億4700萬元人民幣 每股盈利0.1元人民幣 按年跌64元 經常性順利為5億3000萬元人民幣 戒指合乎預期 首季上海期同以及期金的價格 按年跌9%以及21% 按季度而言 意味著經常性每股盈利或者會跌0.04以及0.03元人民幣 除此之外 其他副產品如木等的價格疲弱 是令到盈利下跌的主要因素 雖然集團仍然處於淨現金的狀況 但現金流疲弱 短期來說同仍然有支持 但副產品價格疲弱或者帶來下行的風險 所以下調2014至2015年盈利3%以及8% 雖然維持中性評級 目標價由13.6下調至12.8